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我台湾10天9月之旅的影片 那么在此感谢大家的支持以及收看 记得订阅并且like and share给你的朋友们哦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进一段intro by bwd6 要用台湾话骂 干你脸啊 那你不要不敢走你啊 没有啦我不要玩了我不要玩了 我要去呼呼了 ok 那么现在welcome to 台北 我终于来到台北桃园机场 ok 所以说刚刚做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出的飞机 ok 现在终于来到台北桃园机场 很开心所以说等下我们去看看我们台北第一站会去哪里 应该我觉得都是吃吃吃吃吃 晚上也是夜市这样子的行程 ok 先走起来 let's go 哇哦 这边新竹最著名的是它的炒米粉跟它的贡丸汤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到了新竹刚刚听那个司机大哥说这边新竹最著名的是它的炒米粉跟它的贡丸汤 所以来试试看一下 线炒米粉 60海币一份 客家小炒 很好吃吃客家菜 很好吃 真的好吃 哇哦 哇哦 来 台湾啤酒 哇 阿姬有吃饭也好啊 我们先来一口贡王一下 好吃吗 好吃 不错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我全部试试一下我再跟你讲 我全部试试一下我再跟你讲 对 现在是一碗干嘛 好滑 嗯 嗯 好吃 只要它米粉是小巧的都是好吃的 ok 那么现在在新竹 新竹米粉真的是好吃 刚刚那个这么多碗这样子咧 我们七八个人总共才吃了两件台币 一碗线炒米粉才五十块台币 所以说真的是 我是觉得很便宜啦 ok 所以说真的是 我感觉这次来台湾要肥了 完蛋了完蛋了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下一趟我们 会去哪里 这间呢它叫做什么海瑞共王 也是很做很多工工客的生意 它的东西好吃 尤其是那个欧娃煎 哇 打开掉了 太打了 ok 然后也很感谢司机大哥 这次的行程会很多都是司机大哥 把我们安排的 我们会下台中花莲 还有清静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就看一下 等一下是 先去哪里 还是先回到酒店先 ok 来我们司机大哥 下一趟去哪里 水色码膜 水色码膜 水色码 哦是做什么的咧 日月堂 哦日月堂做什么的 官官啊还是 官官 哦 官官 台湾可以去景点 哦 ok 走起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第二站来到这边 日月堂 ok 呃要坐船去哪里哪里 是很出名的 茶叶档啊 使用官司啊 还是什么的地方啊 你要看景点哦 ok 所以说你看我后面就是 日月堂 我也不知道怎样子讲 刚刚我有在听他介绍 可是我没有在记的 你们自己看哦 然后我会自己后面补充一下 哇哦 嗯 嗯 OK 我们现在到了 玄关码头 应该就五分钟的 五分钟的 路程而已耶 OK到玄关码头 他讲上面有玄关是 是茶叶档 所以说我们应该会上去看一下 那个 茶叶档有什么来头 我刚刚司机大哥讲说 那个茶叶档最高可以 最高级度卖到一万颗哦 我都不懂是真的假的 这么好吃吗 上去看一下 上去看一下 哦 是这个茶叶档 茶叶档有多少啊 15 30 来 玄关式的茶叶档啊 try try看啊 啊 不就这样了 就 就茶叶档了 哈哈 阿嬷茶叶档还行 还行 OK现在到一达少了 我们先去一达少 他们讲算是一个小城市 然后有一些当地的特产 以及美食可以去试一下 好 买一次啊 买猪肉 安排下啦 安排下安排下 可以吃半根 可以啦有半根也好 我试试味道先 我可以吃半根 可以可以可以 马到山猪肉啊 哦我要三串 来 现在买了山猪肉 来试一下味道啊 很好吃哦 这个跟马来西亚的 完全不一样 台湾山猪肉打开掉 哇这个 OK 那么现在我们一达少女 这边已经逛好了 现在应该 回去一下就回去酒店了 OK 先回去酒店先 已经从凌晨到现在啊 从沙包到台湾 已经完全没有休息了 现在就赶快先回去酒店先 make up一下 哇有点累了 哇注意去 OK 那么现在终于经过一整天的奔波了 终于回到酒店了 真的是很注意去哦 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 玩那个黑眼圈啊 全部都是这样子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我们第一天一下飞机 就去日月堂了 有些人家真的是疯了 所以我一两个小时的车程过去 又回来 所以说现在终于回来 酒店的房间了 然后酒店的房间 就是这样子一整个了 给你们看一下 好来 就是这样子 然后里面是厕所 有人在大号 OK 就是这样 所以说 呃 等一下呢 我们休息一下 应该是会去一个 风甲夜市 那么等下 风甲夜市呢 我的影片呢 应该不会在这边 我风甲夜市的影片 应该会做成另外一个 OK 你们一样也是可以去 这个右上角的这个 description 卡片里面 会有风甲夜市的影片 OK 所以说我们明天 就会下清静 OK 因为基本上我们这几天的行程呢 我们都是司机大哥安排 都是我们包车的司机大哥安排的 然后我们这次包车呢 包车 我们四天的包车 全部十四个人 两两大两个车 全部用了四万四台 差不多六千马币 这样子 我个人是觉得 除下一个人差不多是五百块这样子 那就是带我们跑来跑去啊 然后他有安排行程给我们跑啊 这样子 所以说是OK啦 想法不错的 所以说现在休息一下 今晚风甲夜市 明天清静 OK 我们直接跳去 明天的 早上的早餐 OK 然后下清静那边 OK 走起 OK 然后现在我们第二天早餐 我们来到一间 早餐市集 来看看这早餐 有什么 早餐好吃吗 司机大哥是介绍我 扣肉棒 OK 空八分 来 我们去找找看 现在因为 那空肉棒还没有拍 我们太早了 司机大哥也讲很可惜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吃他一些 应该是他的粿啊 香肠 还有一些 汤面这样子的 然后问题是现在啊 我们没有位置 你知道我们当然 我们在一般垃圾堆的旁边 在那边吃东西 我给你们看下这两条水 完全没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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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整条阶段都没有位置 这边也没有位置 没有变了 整个垃圾堆旁边 吃一下 哎 我们将就一下将就一下 我们安置他能去能生 能去能生 这边看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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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他 我们一下子就跑了 有位坐牢 哎呀 哎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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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台面也不错 现在老板娘看到我们 到那垃圾堆旁边吃了 他都不好意思了 趕快叫我们安排 就此可不错了 OK现在来到彩虹眷村 这边是 比较多壁画牌照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是写 许愿卡的地方 然后我刚刚有写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写的 给他们看一下 给他们看的是我写的 好嘞 现在在哪里 什么 找到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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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既有吗 就是你这种呢 既女友 女友吗 既有 我刚刚写好了过来 我就在旁边看到这边 还有一个是找到男友 11月21号的 所以说你看 那个爱情路上 不是只有我孤单 还有很多人就孤单了 把愿望都想在这边 妈的这么高 我找到女友 很像学到找到既友 我来改一下 OK了 所以说 祝大家愿望实现 能够在这边的 都是好朋友 OK 所以说现在应该就坐缆车了 我也不知道 下一站走去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上了蓝车了 然后现在要下去 蓝车会下去 九珠文化村 听讲下面它是一个那个 游乐场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会去 可能去查一下 玩一下游乐场啊 还是云霄飞车那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蓝车下去的风景 究竟就是怎样的呢 然后我们这次呢 还是特别的做那个 这个脚底是水晶的 透明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水晶透明的 所以说 要做就要做最刺激 最好玩的 YES 欸冲进去了没有啊 有了有了 没有云顶的快 云顶的比较快 云顶的身是会斜的 你懂吗 它是酷 这样子 OMG 不要看了 OMG 它很害怕 你看它很害怕 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一招 哎呦 不要叫啊 你叫它去动 哇 这边有点快 YES 到了 YEP 到了 九竹文化村 好 现在先去游乐设施 我要先要这样往云霄飞车 要往这种热气球啊 云霄飞车 走起来啊 多人就不要排了 OKOK 哇 热 好冷哦 不要 快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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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了快了快了 你真的确定要玩 买啊探险 怎么这样对我呢 来台湾就这样 不是 他那个 看过去就很危险啊 你懂我保险买大一点啊 我保险买大一点再来 转两圈就死了 有错 有错出来了 不可以 真的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跑也跑不过 这是要做的 好了这是要做的 跑不过了 跑不过了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说 营销飞车上面不能录 你们自行讲这样啊 我先上去了 谢谢你 啊 华操 差点去掉 怎么做的 真的是差点去掉 哎 这样只能够啊 我都有点晕了 我没有声音啊 他转弯的时候 我累了 可以了可以了 有完一个了 有完一个了 想到错了 你跟我讲一下 我很累了 我的手两边很痛 是不是要把全部弯 我休了 我手两边很痛 啊 你一直听到我叫 可是我前面 我前面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我觉得都是我跟Jose的声音而已 你的声音是大声 哈 我声音很大声 啊 我一直喊啊 没有办法啊 我没有喊出来 我内散掉 等一下 我真的内散掉啊 你不懂我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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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也轻量 呃 呃 呃 抬到船走起来啊 不是 我们吃鸡都坐过了 这个其实 是这样而已咯 他没有那种离开重心的感觉 嗯 是谁讲很不啊 我不恐怖了啊 妈了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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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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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玩了 我不要玩了 呦 我要吐 呦 我要吐啦 我要吐啦 呦 我要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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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没有吃东西啊我跟你讲啊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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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型杀 我的小型杀不赖 感觉都是我的声音啊 我不要玩啦 不要玩啦 我要吐啦 呦 呦 不要啦 不要啦 我不要玩啦 呦 我收手啦 我收手啦 呦 呦 呦 我干净不要了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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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后面 呦 我们后面才吃鸡啊 我们坐海盗船 去后面啊 是谁讲要玩的啊 不要啦 不要啦 太空车 我到我人体极限了 什么车很恐怖 我到我人体极限了 我不要玩了 我不要玩了 又给人家拉来做三个的 呦 真的不会恐怖我哦 妈的 我感觉我要输脱了呗 我相信你哦 说好都不玩啦 你这么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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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我要出了我要出了 妈的 要用台湾话吗 干你而已 你没事跟他走 哎 哎呦 哎呦 没事没事没事 哎呦 哎呦 吃醉了吃醉了 妈的你们不是骗人吗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 妈的 哎呦 OK各位 现在我已经到清净了 清净是一个山来的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差不多是在半山这样子 吃着这间 这间海鲜这样子的东西 OK 所以说 我们现在先吃先 因为他们讲说清净楼上呢是没有东西吃的 然后来又很冷 上面几乎接近 十以下的度数 可能九度 九度十度那边 我现在其实在半山我已经很冷了 而且上山山的那个路啊 哇他真的是头文字低都不是这样子 头文字低 秋名山都不是这样子 然后导致说现在我已经有点晕了 我不懂是刚刚云霄飞车的后遗症啊还是怎么样 真的是晕了我开始很想吐 但是我都没有什么很想新菜鲜啊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太棒了 在我最虚弱的时候 果然还是有美味的饮食能够允许我这个 看到吗 来了来了 Energy energy OK各位现在我已经到了清净的酒店了 这边由于是山上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 冷到我有点 嘎嘎啊 就是揪去啊 现在差不多温度在九十 九度十度这样子 这边是山上 那我现在来给你们看他的房间 他的房间算蛮大的 然后呢今天晚上我几个人就 呼呼 刺激刺激 进场进场 来给你们看他的房间 所以来你们看 他的房间 yes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他的厕所 yeah 明天的行程看景点下花脸 所以说今天就早早休息 OK 刚刚是因为没有吃东西 因为我们趴玩那些有垃圾师啊 所以说 怕会吐了 然后就没有吃东西了 然后结果 一直坐车 坐到这边清净山的时候 要一个钟两个钟 哇撇去了 整个人就没有力去 差点要吐了 结果在刚刚钟半山那边吃一下 power直接又来了 哇 还好还好 然后现在就是整个人 现在就很舒服 来清净这边多多休息一下 OK 由于是山上也没有冷气 还有他有给一个电风扇 啊 不说太多 明天见起来 Let's go 这个天气 有点东西 哇好冷喔 雨点很要冷啊 哇操 吃了 叫起来 哇欸嘿 突然间是阳台一开心 上到山上的风景 那冷风出一下出一下 实在是爽 哇 哇操 哇塞 牛逼啦 Welcome to London Australia 那感觉 哇操 牛逼啦 这风景 啊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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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是什么 环境旅舍 哦不是啊 叫光湖世纪 他是一个旅舍 他是民宿来的 大家可以来这边玩一下 嗯 一家四口渝是群女来 啊正合适 nice nice OK 现在来到 那个世纪大哥来到我们 带我们来到这边 清净的山上 一个景点这边 可以拍照的 可以拍照的 1 2 3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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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走 我们去骑沙滩车一下 现在沙滩车一台是1200 然后呢一个小时 我们两个人分一下就是差不多一个人600台币啦 好 进去骑一下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一下 沙滩车走起来了 OK 走咯 走咯 好冷喔 好冷啊 没有妹妹拍了 直接泼喔 直接泼喔 我们是不是带中了吗 我记得我们在这 接泼 接泼 你不要不要踩 不要踩 带你一下 带你一下 来了来了 还有死火的事情 按着走咯 加一半还死火的 我们两个太重了 哎呦呦呦 慢点慢点 有大石头 有大石头 他没有教我这个课程 是火要怎么办 死火 死火 要去拍照 可以啊 可以啊 看你想要什么舒服的姿势 OK 没有 我们太重了吧 没有 我们两个人家已经太重了 我妈那里我们都拉到这么打了 他们都不会跑啊 太重了 太重了 我们太重了 我们超重了 你看人家这么会跑 我们两个都不会跑啊 哎呀 不要稳了 完蛋了 还有下水的环节 哎呦 那个脚 抹了了 抹了了 抹了 下水了 下水了 舒服 哎呀算了啦 你都射了啦 我的脚都射完了 好痛啊 要死了要死了 不过你 pe I un 我手都黑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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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ew moments later Ok 然后现在已经回来到民宿了 然后这个是一整栋屋子 然后它全部是有四楼 四楼然后房间里面格局差不多一样 所以两个人三个人 然后都有卫生间的 所以说是相当不错了 我忘记这件事多少钱台币 大家可以问一下 或者是我的地上来币到这边 Ok 然后呢现在回来了 我们休息一下 今晚应该是会去花莲夜市 我们从台中 然后去到清静 今天来到花莲 Ok 所以说今晚应该会去花莲夜市 如果想看完花莲夜市 冬家夜市的话 我都会放在这边来 Ok 所以说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这大概是我在台湾吃的最奢侈的一餐了 一看女孩子就懂几岁了 一虎就叫了那个差不多28人 哇 一 二 我看他怎么有力 啊 不要多又听见到我 做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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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you from my side